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了25了 现在把战昏给加一下 战昏原先是忍耐 现在给它换成岩石键 来一个写质变 你可以看到它的出血量表非常的优秀 是217 我自打开始玩出血流 我都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出血量表 但是 但是绝版了 在我发布这期视频的时候已经削了 削到了199 还是挺强的 之前拿到了一个黑骑士团长的骨灰 安卓斯 把它给加强一下 加到最高 大哥呢 我准备让他退休了 咱们就多用一下DLC里面的新装备和武器什么的 大哥现在实测也不是很好用了 呆呆的 你要跑呢 他跟着你跑 跟着刷微信部署 来 勾火这里 今天再带个大卢恩 以前都是用的格瑞克的大卢恩 他加40级嘛 今天换一个 这个猛格的大卢恩没用过 好久没有这个操作了 来个卢恩弯弧 激活一下 左上方变红了 大卢恩就生效了 看一下我今天的装备啊 拿了血血怪手臂 副手是神区画剑 明门大盾已经强化到最高了 带了一个老翁面具 老翁面具呢 是可以加三灵巧的 我不是灵巧不够嘛 拿不了神区画剑 那带个头呢 就省一个护服的位置 今天咱们上城里逛逛啊 之前一直在开放世界传 来 看一下这座城池 并不是特别大的 它不像史东威尔城那么宏卫 但是里面也挺有的碳的 长长的时间 非常有仪式感 进来之后呢 注意填上啊 不要被这个大蝎子吓到 来 感受一下我大火腿的威力 哎 这个不算 这个没打上 我今天带了一个掠夺浮雕的护服 打败敌人中的就可以给自己回血 红色的一个动画就是给自己回血啊 进来之后会发现好多小蝎子 切出神区画剑来清一清 哎 非常的爽啊 这种感觉 今天我带的远程是滑空颠火 本来我是想用弓箭的 但是我今天这一身啊 太沉了 拿了个大火腿 又有副手剑 又是个大盾 已经带上大壶重五壶服了 配大半天装呢 还是会超重啊 肯定不能让这个装备重量到重啊 没法翻了 所以我就带的滑空颠火 这个远程也蛮厉害的 你看这小蝎子一件一个 就是费点蓝 好 捡到了两个灵灰 继续往上走 这些室内的装饰还是挺别致的 现在来感受一下 真正的大火腿的威力怎么样 一个蓄力带走一蝎子啊 很爽 这个大火腿它蓄力攻击的时候 会洒出壁内的淤血 看着这个效果非常的过瘾啊 前面注意 有偷袭 你可别让我出手啊 我出手你必死 这个火腿呢 打的是蓄力重击 一到两下敌人就没了 或者是出硬直 或者是出血 反正它肯定会掉很多血 但它就是出手慢 所以呢 给自己配一个回血的护服啊 用换血的方式去打很快 当然如果你的耐力加的高的话 你穿上山羊套 最坚固的那种套装就更好了 塔之阵 贝瑞特 用一下灵灰 好 先来前面这个小房间 这有两个小黑人 这个房间呢 是一个捷径房间 门在这儿 暂时打不开 贝瑞特镇的正门也是在这里 但是目前仍然是打不开 我们要转一圈再回来 这个城设计的也还不错 这里的小兵呢 就全部用神菌化剑去清了 不费那个劲儿 前面瀑布注意偷袭 一下他就倒了 再来个处决 爽爽滴 特大打人是真的非常爽 这个武器呢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 用是不用 我纠结了很久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强啊 众所周知的轮椅嘛 犹豫了半天决定用了 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力感流嘛 结果我刚刚把这些视频录好啊 第二天它就让消了 太寸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绝版的火腿啊 注意上面有两个法师 等那个人过来 打防御反击也非常好 因为你一下的话它必出硬直 然后处决它就死了 对面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用这个武器推图呢 对我来是有个好处 就是我打的不会那么的小心 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换血武器嘛 是那种满汗流的 烧点血就是烧点血 可以通过小兵人再去回血嘛 这样推图反而变快了 好 往前跑 跑到这桥底要法师就够不着了 这个拿大刀的血要多一些 好 往上上 这里先解决后边这个人 其实用平A也可以 这些小黑人它们韧性都很低的 可以用特大给它镰刀死 这个地方法师是能够得着的 没关系 马上就进去了 等会儿过去收拾你俩 滚一下罐子啊 这边有白银脚壁 想再按紫猴猴眼皮子底下藏钱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不要的份 没有你不给的道理 这里有个刺服 用神剧化剑的话 还是比较费蓝的 所以要频繁地做一下火 好 现在往右上方走 给大家展示一下大火腿的威力啊 把战绩上好 岩石剑 上来之后 这儿有个脚战士 先给它来一下蓄力中击 然后呢 用盾去挡住它的攻击 等它一套出完哈 你出完了 两下 两下中击它就没了 这个火腿加上岩石斩 真的是太吓人了 看着就是那么的夯实 这群小怪都是可以给你回血的 所以打脚战是忙一点也没事 好 接着往枯树这里走啊 这边有一个入侵 火焰骑士昆蓝 在它出完那个动作之后呢 用神区画剑给它刷一下 它就会倒 之后再用大火腿蓄力去砍它 喝药没事让它喝 这个神区画剑的战绩范围特别广 它翻是翻不过的 除非它往你面前翻 离它远一点就行 它就翻不过去 没有了吧 让你喝 拿到了圣战徽章 还有悲痛惨叫 我来看一下 这是个战徽啊 所有的近战武器上 都是可以用的 提升攻击力的 而且它血量越低的话 效果是越好的 回血全靠小兵啊 不需要喝药 我今天把蓝陆D 给弄的多了一点 上来防坡捡个剑 DLC呢 感觉收集动力不足 这些小物件呢 对于本体已经通关的玩家来讲 确实没有吸引力 我来上防接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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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等谁呢 往前的时候注意啊 这里先挡一下 很阴险这边 就是你如果看到它了 你想锁定它 它也不给你锁 锁的是前面这个人 就很烦 这个人用远程来清 就这么一小段路啊 给你设置的阴险的很 上到上面来 这也是一个埋伏 这又有一个埋伏 二十步三埋伏啊 好家伙 真是步步惊心 剪个破绳子 好了进屋了 上梯子有一个钥匙 仓库钥匙 看一下 贝瑞特二楼仓库的门 看一下对面啊 对面有个物品 我们现在要过去那边 往左边走 虽然直这么一方过去啊 但是可以绕一下 城镇里面破损的桥和路 也有很多 需要绕来绕去的去找啊 好先跳上来 跳上防岩 这个就是我们在对过看到的物品 那里是捡钥匙的地方 看到了吧 等于说走了外围的一个桥 这边有个埋伏 好 井底钥匙 好了现在有两把钥匙了 可以打开两个地方的门 井底钥匙是去下水道的 先出来吧 这里是刚才打脚战士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里刷他的套装 因为离次服特别近嘛 如果你喜欢那套的话 黄色的 他的武器有固定的地方去拿 不用刷 现在我们去用仓库钥匙 瞧瞧这俩法师 就是刚才在上面打我的 路锁还打不上你了 这么大的武器 这么大的武器 这里的防岩也是可以跳的 右边可以跳 左边也可以跳 左边那个是个 湿色断道石 懒得要了 来这边 白银脚壁 走吧 湿色是在对面 跳一跳 跳一跳就能捡到的 当你看到这个栏杆 有缺口的时候 得要想一想 是不是有别的路了 这里就是仓库 可以看到个NPC 什么 是 优优独播 时 有些老大 优优独播 我们的地区 为你的邪 是 为你的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o what thou wilt, for all the good it'll do thee in the end For what reason dost thou falter, villain? Inept thy sordid work with fullest pride Else tuck away thy tale and leave for good Loathsome issue of the rotten's trumpet Be gone! These lands were ours! Since times of old Be gone! These lands You're a good one! 好模样的艾顿骂 走吧 现在还没有什么互动 从这里可以跳下去 先把能看见的人轻一下 这里呢也是个埋伏 塔之镇真的到处是埋伏 它是安排了两个小黑人在这 这之前上桥我管过来打的那个怪 你直接跳下来的话 他们两个人围攻你还挺烦的 腹背受敌 前面这些就全部刷一下 前面这些就全部刷一下 这个大的也就是刷两下就没了 现在我们是去井底啊 现在我们是去井底啊 刚才拿到了井底钥匙嘛 走一走下水道 我最烦的就是走下水道 总是有很多污秽肮脏的东西 狂吊三只 先回头 还有两个人 哎呀 这一下两个爽啊 梅色墨 火油汁 这下水道挺大的 开门 城里面流下来的水都是黄色的啊 就全部堆积在这里 形成了一个毒池 这里是会中毒的 我们先往北边走 靠着边走啊 这里苍蝇特别多 特别多 第一次过来真的给我吓一跳 超乎想象 我们先上去开捷径 开完了之后死了也就死了 无所谓了 这个毒呢 你离开毒池之后 它还会再涨一段时间 然后再慢慢往下掉 从外侧把这个门打开 这样就回到贝瑞特镇的赐福了 最初我们来的时候的赐福 打开了一个捷径 好 时间转到早上啊 我们接着出发 这个毒池呢 是分了南北两面 现在我们先去探南面 神区花剑在这里真的非常好用啊 因为那个苍蝇太多了 先把桥上的清一下 滑空颠火是可以蓄力用的啊 蓄力的伤害更高 它的射程真的很远 对于远程敌人非常好用 如果不带弓箭的话 就带给这个 22的信仰就可以用了 不需要很高 这个苍蝇我是真的特别 不想跟它近战啊 我长得又害怕 而且它会吐蛆 又会抱住你 简直让人太难受了 听见它那个嗡嗡声啊 我鸡皮疙瘩都全起来了 长得太丑了 我的天 这个倒塌的塔后面还有东西的 先跳过来 跳过来就豁然开朗了 上防坡去 少在那个毒池待 走到前面有很多拾取物的地方 就是到地儿了 这里显示可以招骨灰了 把我的黑骑士团长招出来 这个毒池里面有一个腐烂树林 很恶心 我今天为啥带这个猛格的大陆恩呢 就是为了招骨灰的时候有一些好处 猛格的大陆恩可以给玩家招出的骨灰 加一个鲜血刺服的buff 你看它身上有个红色 这个骨灰如果把敌人打死的话 可以给玩家加血 而且周围如果有人出血的话 它的攻击力还会增加 相当于它带了一个 鲜血君王的欢愉的护服 正好我这血怪手臂是打出血的嘛 就可以配合猛格的大陆恩使用一下 这个树林真的太恶心了 首先它在毒池 站在这里面很容易中毒的 你要翻滚的话它中毒更快 攻击还带火 用盾不能完全抵挡 太烦了 全部都是毒池的水 看又看不清 在这扭啊扭的 这个安卓斯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有大锤有大盾 并且它还会黄金树祷告 赶紧让我多来几锤子 给它锤子 好了好了结束了 免疫缴饰品加二 早就中毒了 不过我这个血掉的还不是特别快 谢了老哥 好可以在这里捡捡东西了 先看这个 更大幅地提升免疫力 之前在本体里面捡到的是低阶的 那个是祖灵之民的 他们也是脚虫拜 捡捡小东西啊 南边这块就有一个树林 别的没什么了 现在往回跑啊 去一下北边 游影之地这里呢 原住民是脚人 脚人是特别崇拜脚的 把脚视为神圣的象征 在塔之镇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脚战士 就之前打的那个 它头上的头盔是脚头盔 它的武器呢 战绩叫做脚降临 四处逛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很多带脚的动物啊 还有一些饰品之类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 脚人对脚的崇拜 另外就是 它们独特的湖文化啊 应该说独特且残忍吧 很诡异 这些苍蝇都是成群出现的 少说有三个 如果离你很近的话 一起啪呀飞过来 还是挺吓人的 防坡上的苍蝇是最烦的 战绩又刷不到 哎呀没蓝了 对这个苍蝇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就想跟它保持距离 土区那个真的是实在受不了 哎呀估计这个要土了 哎呀我的天哪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这么恶心的东西 又是小高的童年玩伴嘛 好继续往北啊 哎这边还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脚战士看到了吗 站在那 不用过去 直接用两个战技给它刷 它这个就是脚降临的战技 会出现一大片脚啊 居然没打死 脚战士取剑 这个是B掉落 想要武器可以来这拿啊 前面还有苍蝇 先给它们轻一下 来看一下武器吧 取剑斩击 这是塔的守护者脚战士用的取剑 可以双持的 砍起来感觉非常流畅 健身也是有脚的装饰的 看看战技 双持双持 双持双持双 前面这个也是一个武器 毒皮手套 是个拳套 但是带毒的 哎 爆了一个铠甲 脚战士铠甲 塔的守护者脚战士 那看这毒皮手套啊 说明还有点吓人的 多具死于非命的人的尸体 拼凑而成的手套 这个战技是贯穿毒手 可以让敌人中毒的 周围有中毒的人的时候 攻击力会提升 再把这里的东西捡一捡 我们就转了一圈了 前面就是捷径的梯子了 毒池这边就全部探完了 可以走了 我们不回贝瑞特镇那个资厅 回民宅小鸡坛 左边走是仓库 右边走是这个脚战士 再打一下 看看能不能爆装备 他头上那个头盔 还是一个紫色物品呢 好 现在走一下回头路 走刚才三不一埋伏的地方 这回直接跑 这个塔执阵是有塔的 我们现在在底端 还看不到 塔在上方 还是从这走 这里是刚才捡仓库钥匙的位置 刚才我们往左边转了 去捡那个井底钥匙了 现在往右边上楼梯 上楼梯这边又分了三条路 右边这里是守木鸟的房顶 左边这里有一些收集 还有捷径 先过来 过来会有好多好多的小鞋子 用战绩轻一下 哇 有一种刷钱的快感 前面这里不要贸然进去啊 往前走一走 可以看见上面吊着个蝎子 用滑空点火来清一下 蓄力啊 伤害还是很高的 这个蝎子体大弱门 它出不来 你如果远程打的话 就会非常安全 这个地方涉及的 真的非常阴险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给我吓死了 墙上是挂着两只蝎子的 当然这个不是很厉害 一下就解决了 但是冷不定的 忽然两只毛茸茸的蝎子 掉下来还挺吓人 骇骨宫 来看一下 充满离病气息的骨头 制成的宫 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上塔的 但是呢 断了一大截楼梯 所以现在上不去了 这里没路了 我们要从别的地方 到上层去 然后才能接着往上走 好 现在回来 咱们现在先去开捷径 走这条下去的路 可以看到一个电梯 这个是正门口 你看这个门的形状 可能能看出来的 刚来城里的两条捷径 现在我们都打开了 正门 好 休息一下 升级差一点 我还是升了吧 不升的话有点危险呢 就差2000块钱 现在优先升信仰 信仰升到23之后 可以用大龙翔祷告 其次我就是要把灵巧升上去 升到能用神区化剑 不带护符 在DLC里面呢 等级的差异不会很明显 它主要是靠阴影术碎片 还有灵灰 更加庇佑的 主推这个系统的 等级刷得太高呢 帮助也不是很大 你就看你想用啥武器吧 想用啥武器就点什么点就行 好 再次回到两个蝎子这个房间 这次我们往右走 这边有一堆废墟 废墟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房间 先刷一下 要不然这苍蝇要爆头的 往回拉一下 还有两个苍蝇在房上 这是一个苍蝇房 有很多死掉的大苍蝇的尸体 看起来非常绝望啊 绝望痛苦地蜷缩着 哎呀 看着太难受了 这么大只苍蝇人 这个小屋还有个好东西来 有影术碎片 将我的左手臂弃至于此 米凯拉真是太能藏了 出来的时候蹲着 因为底下有苍蝇人 不要让他发现你 干枯花树 召唤的灵魂死亡时 提升攻击力 你们看这石狮子 头上也是带脚的 过来这房上有一苍蝇 给它清一下 这苍蝇土区土得可远了 直接碰到这台子上 这里是一个小毒池 不算毒了 已经不积累毒了 粪池啊 黄黄的 都是小物品 没什么重要的 主要就是捡那个干枯花树 还有幽影树碎片 绕着绕着呢 咱们就能到塔上去啊 这里右手边的上面 就是守木鸟的那个桥 我之前跟你们说 往右走的那个地方 上面有个苍蝇啊 给它直接打死 这个颠火的特效 是不是做的还是挺爽的 看着 东西不要直接捡 从左边绕上来 这是个偷袭 我第一遍玩的时候 我是从上面下来的 我没找到那个干枯花树 然后我就寻思 这苍蝇在这儿干嘛呢 这不找死的吗 跑明白地图之后呢 就知道这个设计的深意了 所以当你看到一些 令人费解的敌人的站位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 可能还有别的路线可走的 这里上来之后呢 先打这个坐在栏杆缺口的 背刺它一下 把它趁这个背刺的无敌时间呢 背后还会来一个 这样你就不会受伤 好 出门 出门之后先往左手边走 有一个顶罐子的 这个一定要杀掉 刷两个战绩 把这个角战士刷掉 它在这块巡逻呢 这样比较轻松 我们是从它的背后过来了 本来应该是从 守木鸟的这个房顶上过来 我捡到角战士头盔了 哇 这运气 还有黄金脚臂 将雄性浑身脚 作为头冠的头盔 脚人有一个将神的说法 下将的将 神仙的神 就是你通过穿戴了 某种装备 这个神旗就会降临在 穿戴者的身上 以此获得力量 不过黄金术信仰 是排斥将神的 所以你要是用 将神的装备的话 黄金术的赐福就会变少 刚才我们绕过了 鸟的防坡那边 直接过了桥来这边了 鸟防坡就是在对面啊 那也有几个小物品 不太爱值钱的东西 你要想回去捡就捡一下 底下是刚才我们走的毒池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立体的结构啊 路都连起来了 这里来刷个战技 呦 命挺大呀你 捡一下灵灰 好没东西了 走吧 我们现在准备往塔上走啊 上塔有长长的楼梯 这里已经断掉了 你看 蝎子跟这呢 脚底下就是我们 捡害骨弓的地方啊 楼梯正好是在这边断的 我们现在已经在上层了 走吧 一路石阶而上 上来之后注意啊 先蹲着 这边有一个周见室 塔的修行者 这玩意儿老烦了 特别特别的灵活 先给它刷倒了之后呢 再用大火腿来削 攻击不要断啊 一直给它打出硬直 给它连到死 要让它处着 那会非常麻烦 不错哟 拿到了修行者腰筋 这个不是必出的啊 概率掉落 你也可能会打到它的手环 好了 再往上就没有危险了 这个修行者还是挺烦的 就在这守着 前面就勾火了 你要是直接跑过来的话 也很容易被它刷死 它的攻击不在停的 来吧 生一生庇佑 接下来就要准备打boss了 把我的祷告给换一下 信仰升到23了 可以用大的龙翔祷告了 灵药带恢复精力 和强化翻滚能力的 把我这些武器去掉 拿出我的亵渎圣剑 今天强化到10了 护符带一个大幅提升 祷告威力的 再带葛弗雷的肖像 这里可以看到红狮子 弗雷亚的召唤符 之前在三叉口的十字记号 它就说了嘛 在战场上见 有事喊它 是吧 把它喊上 后面还会有一些剧情 好 来吧 看看塔之镇的守官boss 优优独播剧场—— 祖宫 祖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个人都是近战的 那我就不掺和了 我在旁边做个辅助 虽然我是辅助 但是主要伤害还是由我来打 找时机啊 找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喷艾格斯基的腐败 有队友的好处就是 可以施展龙翔祷告了 腐败状态呢 在DLC里面也是非常强力的 好 现在已经给他挂上状态了 就不用再喷了 找时机 找一个中距离 用亵渎圣剑的战绩 这下没打上 把祷告切换一下 现在换成迎群 接下来使用的就是 亵渎圣剑的战绩 还有迎群 他正好上去 没打上 来吧 进入二阶段了 武师会非常的疯 这个处决我是来不及打了 打一个战绩就跑啊 你的远远的 我就是战地记者 你的远远的用迎群 同时要注意武师的动向 并不是说你离这么远 就很安全了 他一下就能窜过来 而且他还会用雷电枪劈你 说雷电枪 雷电枪就来了啊 雷电阶段是最危险的 因为它的攻击 它的周围都会带雷电 它会产生一个岩石爆炸 很烦 再强大的野兽 也只能默默忍受蚊虫的叮咬 这是古老的智慧 教给我的战法 它现在是风属性 眼瞅着就是朝我来的 发现是我放的蚊子 这个血淫祷告呢 可以快速释放多段 而且它可以远距离释放 它本身伤害并不高 但是它可以让敌人出血 就能掉一大段 你上天也不怕 上天蚊子也跟着你 还剩最后一点 来 一个帅帅的祷告处决 差点让它使出老寒腿了 超级老寒腿 好 拿到了武师的追忆 感谢大哥大姐捧场啊 拿到了神兽头部 来看一下 这是个很有中国元素的boss啊 武师时使用的神兽头部 武师的追忆 这是一个大boss啊 有追忆的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第二种打法 这个是单人的打法 用的是大火腿 buff呢上老将军旗 还有火焰赐予我力量 把战绩上一下 岩石剑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视频我录的时候 血血怪还没被削 马上录完第二天削了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全胜七的火腿啊 绝唱火腿 这个旋风攻击呢 往它身子前面反 你就可以放到它后面 用跳劈来打 照着它的头来一下 它进二阶段了 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阶段啊 要注意好它的攻击 雷电枪先翻滚开之后 往侧边跑 懵懵跳劈它 不但出血了 还被我打出了硬直 这一个处决加上出血 就是七千的伤害啊 非常非常的猛 雷电枪翻滚完之后 再往侧边跑 有的时候是两下 有的时候是一下 这是一个往下倒的攻击啊 还是挺好躲的 再来劈一下 这下跳得挺悬的 我感觉蛮幸运 它一旦吐完之后就安全了 可以输出了 又硬直了 那你还不死 武师的追忆 如果你是单人打的话 是给十二万 如果咬蕊儿的话 是给九万 烧三万 大哥大姐合着是挣了点外快 来看一下我的装备啊 鞋野怪手臂 还有猛禽黑鱼 护服呢是根据跳皮出血 还有楚爵来配的 好的回来继续探图 看一下刺服 打武师的一个场地呢 还有一个门 可以继续往上走 再往上走 没敌人了 就是过个剧情 看起来 角人的将神 是有很多方式的 可以通过角触美的方式 施展角降临 或者是通过武师祭祀 来增强威力 类似于那种 请神上身的概念啊 这里有灵灰 看到这个无头雕像 莫名响起黑神外 怎么回事 感觉会唱琴枪 一路往上 可以看到塔的顶部 被缠绕封印住了 被影子隐藏的塔 我们的塔 请引导那位大人 成为神奇 拯救我们一族 幽影塔旁的信 这是雷达 给我留下的信 就是我进DLC之前的 那个人 他沿着十字记号 去东方了 我们现在肯定 也是进不去的 受到幽影藏匿 与封印 我也没啥好办法 那也只能去 追随雷达了 找十字记号去 好吧 这里就探完了 你看这个塔一圈 都被封印了 走吧 我们现在回 名宅小祭坛 打败武师之后呢 拿到他的头部 是可以跟NPC对话的 带上我的武师头 看我 超勇的 有没有 从底下往上拍 就会显得我 非常伟岸 慢点跑 头有点沉 脖子站不住 阿婆 你看我 我能不能表达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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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都尽得到最后 到最后 到最后 尽力的 地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了个祷告啊 守护灵 狮子狗挂个守护灵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去找婆婆一趟 这次不用戴头套了啊 直接过去就行 咦 你怎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顿主蝎子 这还真没见过 暂时提升物理减伤率 还能回血的 缴人的传统料理 老玉亲手做的 但是已经酸了 好感动啊 婆婆真是真心待我呀 这多少年前的家长都拿出来给我了 来到城门口啊 我新找我的十字记号啊 告诉他一下 这里就没剧情了 我们再去找弗雷亚 他还在这个三岔路口 如果说你打架的时候 招他就会有对话 啊 太好了 那是一件好的战事 我感到感觉 那另一个优独站在我们 在我们的优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w, I consider this wound my compass Let us both take kindly Mickela's guidance to heart May we meet again on the battlefield, brave warrior Do you wonder why the eternally dour fellow keeps his distance? He's one of the Tower's horn-sent I can only assume he fights for his own reasons And carries his own burdens But we needn't concern ourselves with his affairs He too was charmed by kindly Mickela and guided here And that makes us allies We're not gods, you and I Even if we did manage to dig up the secrets of his past I doubt our medlein could ever amount to much Let us both take kindly Mickela's guidance to heart May we meet again on the battlefield He said the girl is just before 可以换一个狂怒神兽的护符 这护符做的还挺帅的 毛发飘动的狮子 神兽洞霜踏地 这个就是升级版的老寒腿 所有的精战武器上都可以用的 暂时我没有特别想换的 先放着吧 我都想换了再回来 好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大家拜拜咯 感谢观看